美国前国务卿纪辛吉二十九日逝世享年一百岁 他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清化美中关系正常化地缘战略的推手 由美国外交教父之称 以下是法新社整理的各国政要和世界领导人的反应 中国外交部赞扬这位已故的美国外交官对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贡献 并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纪辛吉是中美关系的开拓者和建设者 他长期关心和支持中美关系发展 先后百余次访华 为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赞纪辛吉对美苏关系的贡献 并形容他是睿智且有远见的政治家 根据克里姆林宫发布的声明 普京说纪辛吉的名字与他务实的外交政策密不可分 他的外交政策在当时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铺平道路 使苏美达成最重要协议成为可能 进而强化全球安全做出贡献 法国总统马克宏表示 纪辛吉是历史的巨人 法国向美国人民致哀 英国外交大臣卡麦隆说 纪辛吉是位伟大的政治家 将在世界舞台受到深切缅怀 德国总理肖辞赞扬这位已故的美国外交官 对跨大西洋友谊的承诺 纪辛吉在通年时逃离纳粹德国前往美国 日文首相岸田文雄赞扬纪辛吉对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卓越贡献 岸田对记者说 纪辛吉为区域和平与稳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包括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